千万网红专访时自爆患上了甲状腺癌 并且还是较为严重的晚期 对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位唱佛系少女的歌手 消息一出呢相关话题也就引爆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表示 哎呦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没想到是生病了 我看到一份资料啊 他来自全国肿瘤登记中心 这个数据显示 我国甲状腺癌正在以每年20%的速度 持续增长 甲状腺癌在发病率升高的同时 发病群体也逐渐的年轻化女性化 男女患甲状腺癌的比例甚至达到了1比4 为什么这种癌更容易盯上女性 甲状腺癌的一个很大的诱因 就是压力和情绪 所以我就想对每一位女性朋友说 一定要少生气 一个人脾气来了 福气呢 走了 如果你是对的 就没有必要生气 如果你是错的 你恐怕也没有资格生气 路不顺的时候 咱就学会转弯 心不顺的时候 咱就学会看透 只要你不执着 就什么也伤害不了你 咱就学会了 感谢了 咱就学会了